同学们好消息换题记暂时还没到 本期预测帮各位同学申评一句 Refound Dictation 与此同时呢帮各位同学 新增一幅确认结婚的常见DIT 你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吗 赶紧看好本期PT大西瓜的整体预测吧 温馨提示 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 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 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 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 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 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一金金当中 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十三当中 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 温馨提示二 因为PT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 所以无论接下来 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PT考试 PT大西瓜每周整体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 想要用市面上提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T整体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PT目标分吗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看好本期预测的更新吧 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PT大西瓜的杰克老师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T大西瓜每周整体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 我们本期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 是2021年的10月20日 至2021年的10月26日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也在这个周之内 或者是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 要去参加PT考试的话 那这一份地表最强 唯一一份帮你去除这些不计分CVT的整体预测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好好的看起来哦 OK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吃下一颗定新闻啊 去年10月19日的时候是有咱们的新提计的 但目前看来呢 本期预测是依旧非常的平稳的 目前没有任何计分的题目的添加 所以相对来说呢 我们整体的题库是非常稳定的 OK 那本期预测呢 在我们各位同学非常关心呢 Refound Dictation里面呢 有一句句子是有升评的 OK这个句子呢 由两类的中低代深 是为了现在的极高评 各同学可以在我们预测文本当中的第一句里面 就找到它 所以认真把它给练起来吧 OK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本期预测在我们的SSD的部分 没有任何新提的添加 OK 那么确认积分的题目呢 目前阶段一共就是77个题目 这77个题目呢 全部都可以在PT大西瓜的 最新轻松记2.4版本当中找到 所以各同学 如果要去看它们的话 一定要准备起来 那最后呢 再提示下各同学啊 如果一次考试当中 你遇到了三题SSD的话 那么中间只会有两题 来自我们预测当中 这两题呢 分别是第一题和第三题 而中间的第二题 将会是不在我们预测当中的 那个题目 并且要告诉各同学 这就是那一个补记分的CD题 OK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SWT的部分 SWT的部分呢 本期预测没有任何新提的添加 依旧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情况 不过呢 需要在这里提示各位同学的是 近阶段 咱们很多同学都有考到那种 没有原文的SWT 所以那些没有原文的SWT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起来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写作部分 写作部分呢 本期预测没有任何新提的添加 依旧是呢 31个题目 所以各位同学赶紧准备 成他还是31个题目的时候 拿下PTE吧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口语部分 口语部分呢 本期预测在咱们的Describe Image里面 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幅图片 不过这幅图片呢 正常情况之下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数据类图片 是一个数据类当中的双图 所以各位同学呢 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图片 拿来练一下 配合你的模板 熟悉熟悉就OK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本期预测没有任何新提的添加 现在呢 PTE是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时期啊 是希望各位同学 赶紧用咱们没有这些四季提的真提预测 赶紧把这些真提准备好 认认真正的复习 好好备考 咱们接下来呢 就速度拿下你的目标分 争取在他问题库之前 争取在他改革之前 拿到你的PTE能够分吧 OK 那么本期预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真提预测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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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